咱们是有缘人 是的 文教授一直在江口吗 没有 我呀也是刚刚到江口不久 老爷子逼着我去打仗 我哪打仗的材料啊 我不同意 老爷子就又要追杀我 我只能跑到江口来了 不过人多活数多死都一样 那么一直去做买卖 我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买卖了 过去过去就不提了 怎么了 文教授好像难掩激营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个做买卖啊 在中国不会让你 踏踏实实地只做买卖呢 我一直啊是挑两副蛋子 一边做生意 一边在国军中呢供一个职 要不然 我怎么能跟我们家老爷子对抗 这些事情啊 那个李队长都知道 对了 你也别问他了 李队长啊 特别地恨 在背后不一定怎么骂我呢 为什么呢 你和李队长有仇吗 私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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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吃 铁拐里梁师长的小舅子 他怎么会知道刘文章的底细 听说生意上有来往 我担心的是 如果他真的报给日本人 那刘文章就会有危险 你是不是已经把他 把他什么了 刘文章说了我要把他宰了 他会暴露得更彻底 他的担心很有道理 我担心的是 如果山木次郎相信铁管里的话 那刘文章就会有麻烦的 来人 刘先生 密切注意山木次郎的一举一动 保护好刘文章的安全 明白 我早就不在国军中供职了 我已经被他们也开除了 为什么呢 这国军哪 知道我是从日本回来的 他们害怕呢 我是日本派回来的那个那个 那么你是共产党吗 山木军 你对中国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 在我们中国 现在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 他们是死对头 我怎么可能端着国军的饭碗 去吃人家共产党的饭呢 对不对 我不像李队长 那李队长为了赚钱 什么人都敢接触 包括共产党 那我送给你 是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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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队长 好 再见 再见 陆队长 10日元科 山木大 10日元科 10日元科 山木大 既然 自己 zaang Vitamin科 你打来的 是 像白氏 已经准备了 Chad 陆队长 你也要把你的行動移動 同時進行 明白了 誰 是 偵察隊的李隊長 是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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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再見 再見 劉文昭 小何 你怎麼在這兒呢 劉老闆這是去哪兒了 我去會一個朋友 什麼朋友啊 一個老朋友 是山目次郎吧 日本人進江口的第一天 你的表演就已經讓人很大開眼界了 我我跟你說啊 你不能在江口了你知道嗎 你得馬上離開 你媽很擔心你你知不知道 你還有臉提我媽嗎 不是你聽我說 哎呦 劉文昭我告訴你 這一巴掌是替我爺爺我奶奶我爸爸我媽媽 還有全天下中國人打的 不是什麼 你說的有道理 據我們的了解 山目次郎不是這麼簡單的 剛知道它不簡單呀 說實話我真的是不想幹了 因為山目次郎 還是因為陸小何那一巴掌 你監視我 你怎麼知道陸小何給了我一巴掌 不就是一巴掌嗎 他打你 說明他真的相信你是漢奸了 這不是壞事 不光他相信了 現在我爹娘也相信我是漢奸 我現在啊 典型的孤家寡人一個啊 誰說的 你身後還有四萬萬的中國人呢 對了 陸小何的情況已經查清楚了 他在上海組織學生運動被特務抓捕 不得已才逃到江口的 那為什麼要逃到江口來啊 他有個同學家在江口 他在同學家附近租了一個房子 想辦法 想辦法讓他離開這兒 別讓他在江口待著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確定 他那位同學還有沒有其他的背景 跟陸小何還有沒有其他的關係 所以還不能進去碰頭 我現在啊 是千言萬語會成一句話 煩 來 不早了 早早睡吧 我這不是已經睡了嗎 你怎麼下手這麼狠呀 你要打死我呀你 回你自己房間睡去 我就奇怪了 我在我自己太太房間裡睡覺犯法呀 我就是哪兒也不去 我就這兒睡了 你如果是想讓阿富人死心的話 還用不著拿我當幌子 我就拿你當幌子 那怎麼著啊 我再娶個老四回來啊 組織上允許嗎 這次行動至關重要 本隊長對你們也是寄予厚望 劉文釗有個外號 叫劉三叛 反正你們這次的任務是不難完成啊 好好完成之後 我一定會跟黃軍那兒給你們請功 明白了嗎 明白 等齊點 明白了嗎 明白 去去去 快快快 進來 夫人 老爺 蘭元的丫頭方出話來 說今天晚上老爺就在三夫人那兒歇著了 知道了 你去吧 是 劉三叛 你故意氣我是不是 他是真的喜歡你 這個我知道 但是我們兩個根本就不可能 感情是一把雙刃劍 快樂和痛苦是綁在一起的 一看到他呀 也想起他解白了 你說我們兩個怎麼可能 你也真是的 靳如玉那麼好的姑娘 你說丟就給丟了 就衝你說這話 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沒愛過別人 甚至也沒被愛過 感情是一個特別複雜的東西 它不是那麼 用美麗或者是 善良就可以下定義的 當然了 也絕對不是異性相性那麼簡單 他其實挺可憐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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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还说话呢 怎么这会儿打呼噜了 睡上了 二姐 你在这儿干嘛呢 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们俩干嘛呢 你看不出来啊 睡上了 穿着衣又睡的 光上膀子的时候 也不能让你看见 干嘛 老爷 那个针基队的李队长来了 说是一定要进来搜查抗肥 我挡不住啊 提把脸啊 先去支撑一阵 说我马上就到 快去 支撑着 麻烦来了 今天晚上 闲不住 李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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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爷马上就出来 您怎么废话 打开打开 这是干什么呢 打开打开 李队长 这么晚了 你这光临寒少有何指教啊 我们呢 刚刚呢在逮一抗肥 然后我们就听说 他跑进您这院来了 是吗 有这事吗 有啊 这我们呢也是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 您看 兄弟们真是辛苦了 但是有一点你记住了啊 我们家的大门 永远为了皇军 还有珍妮队的兄弟们敞开着 随时都可以进 得嘞 那就打扰了 那辛苦你们了啊 搜 搜 辛苦 辛苦 辛苦啊 辛苦啊 都 都 都辛苦了啊 一会儿我这儿必有一份人心 都小心点 都辛苦了啊 咱俩就别在这儿傻站着了 上我那屋 喝点茶去 咱俩谁跟谁走 李老板 让他们呀 先忙活他们的 咱俩呢 说咱俩呢 我跟你说句实话 那当初 那批药品的事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其实当时啊 我做生意 亏了点钱 所以呢 所以我就 忽加忽畏地从里那儿 从里那儿搁了点钱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我觉得呀 这点小事啊 咱们就算忘了 这一万大洋呢 算是我恒泰赔给你的 当初的事情 我是万分地抱歉 李队长 你是皇军的朋友 那自然就是我的朋友 其实咱们是一家人 钱拿着 什么时候 再需要的时候 随时来找我 比较大洋 上海 重庆 任何地方都能兑换 刘老板 今天兄弟是来执行公务的 不是来讨斩 那不一样嘛 这不是顺道就拿走了吧 省得我再跑一趟针基队了 好 队长 没有发现 不好意思 打搅了 拿着 放 好 有事我再叫你回去歇着吧 是 别出事 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你狗罕见 兄弟兄弟 咱们出门在外都是为了求财 对不对 别这样 要多少钱 谁要你的臭钱 刘文章 你认贼做父卖国求人 把中国人脸都丢尽了 我今天是代表中国人民来找你算账的 你能听我说句话吗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你看 当年吧 我去日本的时候吧 我认识的山沐次郎 不是我交个朋友总没错吧 你跟日本人交朋友 就是背叛祖国 就是汉奸行为 就该死 不是 不是那咱还有商量吗 谁商量 老爷趴着别动 老爷 你没事啊老爷 老爷 怎么样 不是没事吧 没事没事 别碰我不行 我好像受伤了 没伤着你啊 没伤着我吗 没有 你们快找找 看有没有落网的 不用看了 就仨人 我心里边清楚这儿呢 我也都数清楚了 老爷 您怎么知道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铁怪里那贼眼一翻 傻子也能看出来有事啊 你说这铁怪里这么多年了 他也不长进 还有这种 这么没智商的办法来试 我是不是共产党 你说这 把这三军死伤赶紧的收拾收拾 明儿啊送到针基队去 对了 别忘了啊 找那李队长还得要赏钱呢 是 来来来来 把这人弹出去 来来来 李队长 这三位就是您要抓的共产党吧 大佐得下 刘文昭把我派这人全给杀了 还给我送回针基队来 我觉得他这就是欲盖弥彰啊 于庆 如果他真的有嫌疑 你这一招就打草惊喜了 文教授那边 你再去不要心动 把针基放在江国的地下足迹当中来 看有没有别的突破口 好 好 微笑不露齿 说话不高声 走路要向依依流 站立要向俏芙蓉 怎么样 真不错 那是 这对我都不是事 看见没 跳舞 看见没有 说实话二姐 你真不应该在花园路十号做姨太太 应该有自己的战场 谁愿意当姨太太 还不是为了 为了什么 为了抗日啊 看我干什么了 没什么 二姐接着练吧 你不会像刘三帕一样 想把我扫地出门吧 我哪敢呀二姐 让你也不敢 铁丸里不能再留着了 得想办法除掉它 我告诉你肯定不成 山芙次郎知道我跟铁拐链之间有矛盾 如果我把铁拐链给除掉了 山芙次郎的矛盾肯定都会指向你 像我呀 行 你自己前行吧 你跟我说说 有没有西川的消息啊 我给我爹打过电话 百万川军出川抗战 令人振奋了 你能不能跟二伯说说 让他呀找一个合适的时候 旁敲侧击地跟我爹说说 我不是真罕奸 我在这儿呢是潜伏下来 也是坐在抗日上工作 头逃着去 那可不行 你现在是真罕奸啊 骂你的人越多越好 别人才能相信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整个西川 都知道你 在这儿名正言顺地抗日呢 我呢 名副其实的一汉奸 不知道那人怎么看我呀 你还别说啊 这有的人啊 他就长得吧 他就挂像 看着吧他就 就像汉奸是吗 这可是你说的啊 行了 走了 放心吧 你的事早晚会真相大白呢 你少骗我 走了 走 进来 老爷 今天晚上八点 这儿的明龙戏园 要重新开张 老爷有没有兴趣去听一下 没兴趣 我爱听 唱的折子可不错呢 凤环潮 二姐怎么还不来啊 二夫人说一会儿就过来 先吃吧 吃上了 吃上了 龙管家 是 以后老爷用车 你来开 别总麻烦三夫人 是 怎么也是大宅院里的女人 不要走出去泡脱露面的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人家 大宅院里的女人呀 夫人就是夫人嘛 又不是使务丫头 更不是司机 是吧 吃饭了 你是某档陆 Argu太太 刘先生有情 龙管家 来 被车 是 刘先生 阿尔夫人到了 让她进来吧 阿尔夫人 请 刘先生 刘先生 找我什么事啊 二小姐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啊 和天使一样 来来来 坐 坐坐 喝点什么呀 咖啡 咖啡 二小姐也喜欢喝咖啡了 刘先生 请称呼我 二夫人 你这是在家里 你偶尔这么称呼一下也没关系 请 刘先生 找我什么事啊 我们的人看到花享荣了 花享荣 这个贱人来艰苦干什么 这也就是我想知道的 他不会来找刘三帕吧 二夫人 二夫人 你啊 不要把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放在第一位 这样很容易诱导判断上的失误 你在哪儿啊 现在就在一趟 二夫人 二夫人 冷静 冷静 坐坐坐 坐什么坐 还真把自个儿 当刘夫人了 是吗 听着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首先要做的就是理智判断 虽然委员长 让外币先安内的方针 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 必须暂时地和共产党合作 你这么做 很容易给我们带来麻烦 把他宰了 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你看你 你看你又来了 我是让你注意刘文昭 而不是让你和花享荣 争宠 是 老爷呢 山洞大佐打电话叫走吧 好像有什么着急的事 山洞大佐叫走了 还是别的什么人叫走了 别的什么人 谁啊二姐 没事 罗多天 夫人 刘文章上哪儿了 老爷去日军司令部了 你送去的 是 我是亲眼看见老爷进了冰江路五号 我才走的 那你怎么不在这儿等着呀 老爷说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所以就让我先回来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到冰江路五号 等到他出来为止 我要看看 他到底跟谁见面去了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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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 uela 加油 好 好 好 患事不去的好 阿木庆 大姐姐好 好好 好 好 为爱不去 我讲哟 先生 先生 有事啊 我 我找个人 找我吧 跳了 你小子这样我都认不出来了 龙丫头呢 龙丫头还没下场呢 在这等会儿 我去跟他说一说 行 我到这儿等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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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丫哥 丫头 走 你好吗 我挺好的 你呢 我也挺好的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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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到江口有两个任务 第一是调查日本人的一个秘密组织 秘密组织 在日本人还没有进入江口的时候 这个组织就已经存在了 对我们来说 这个组织的存在 比山木次郎的威胁更大 江口这么快沦陷 可能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尽快查清楚他们的动向 我知道了 现在有眉目了吗 还没有 那第二个任务呢 上海的同志 截获了日军的一份电报 电文中提到了一个神域计划 神域计划 什么内容 具体内容还不是很清楚 可能和江口有关 组织上要求我们尽快查清 以便掌握他们的动向 这个事交给我 我去查 你平常怎么生活呀 就在戏包里 对 我就住在这儿 班主是我们的同志 我还会继续唱戏 那以后 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吧 不可以 组织再三要求 我们尽量少见面 除非有紧急的情况 那好吧 那你先组织安排 对了 刘志航还有金湘雨 他们都在江口 一定要小心一点 金湘雨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了 我会尽量回避跟他们的正面接触 再说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这手机快了 长晚了 稍微快点 我到外面帮您看着 好 知道了 没事 对了 你知道陆小禾在江口吗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他是自己从上海跑来的 我跟你说 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 这地方太危险了 得想办法让他离开这儿啊 他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他给我惹不惹麻烦呢 无所谓 总之啊 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 过这种刀尖舔血的生活 太危险了 给他送走 让他过一个安定的生活 你给他安排好 明白吗 放心吧 你赶紧走吧 行 好 小心 怎么了 出事了 上车再说吧 我刚把龙在天迷晕 我们赶紧回去 夫人 他呢 接回来了 从滨江路五号接回来的 去老三那儿了 没有 他直接回楼上了 行 回去歇着吧 夫人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怎么了 老爷走的时候 说是三木大佐请他去商量事情 他也确实是从日本司令部出来的 可是后来我却看到这个三木大佐 是刚刚从外面回来 你意思是说 刘文昭没和山木次郎在一起 山木次郎找你聊了些什么呀 聊了那么久 山木次郎有事出去了 我跟龟田聊了一会儿 他跟我说城外盖炮楼的事 反正就是管我要钱 真的 真的 假的 我跟一个日本娘们谈恋爱来的 那个娘们说喜欢我 我跟他说呢 咱俩呢是假夫妻 你呢整天一向 像那个防贼似的防着我 对了 一会儿有事啊 我又找你有事 到我房间来一趟 找二位过来 是让二位通报一个情况 江口呢 来了一个客人 什么客人啊 男女的 金香月 我这说正事呢 昨天晚上 山木次郎去军用机场 接回来一个客人 山木次郎是亲自去迎接的 这个人 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赶紧想办法查一查 他来江口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什么人 老二 找一趟刘先生 把所有的情况 向他汇报一下 老三 启动花岸路10号 所有的监警设备 马上帮我查一件事 夫人 请吩咐 给我查一个叫 花响龙的女人 花响龙 对 看他现在什么情况 结婚了没有 总之关于他的一切情况 我都要知道 是 记住了 给我秘密的查 不要让老爷知道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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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山木次郎的办公室 一个电话也没有 我们倒是劫后了一份 今天凌晨刚刚发售的电报 破译出来了吗 正在破译 报告 破译成功了 飞鸟落地 渔夫顺利到达 渔夫 什么人 应该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了吧 神秘人物是打鱼的 我们收到情报 原田师团的师团长 原田正二 以前是渔民出身 绰号渔夫 师团长来这儿干什么 还神秘兮兮兮的 渔夫 神渔计划 难道原田正二 是冲着神渔计划来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他用CV进区 是 用CV进区 恐怕 一段的时候 我 比较 失败的 一段的时候 既然 被拘捕的旅行 被拘捕是很大 为了保护的安全 我们现在是 新行計务 这种事是不理解的 现在需要的是物质 原田将军 将军把中国军放下 被困住了 被困住的支援路 被困住了 那是 我去捕捉了 快速 快速送给他 刀卡研已经有了 最高司令部的招架 最高司令部 你自己的姿势 儿啊 温德操口前来错乱 眼看杀到重情 我犹疑带领我儿 去你结账驾重夺女 我和你愿意下日活 这过 母亲请收贷 安若切剧 好 顾上 哎 你瞧瞧 人家这不成绝 人家这不成绝 谁成绝 嗯 我告诉你 甭说别的 那 那 身段 我 行行行 李队长那你大驾 滚一边呢 就刚刚一亮相 那一身段一走 有点意思没有 好 队长好 李队长大驾光临 我们这小戏班子 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不知李队长为何而来呀 哎 听听 听听 人家花老板说话 都透得那么漂亮 哎呀 花老板呐 我想您这也能看得出来 自打您在江口登台演出 我是逢眼必到 我呢就嚼着咱俩这感觉吧 就跟那个回到那个 荣都的时候一样 我怎么不记得咱俩在荣都 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啊 要说是印象吧 还真有一件 就是李队长 这腿是怎么瘸的 哦 甭拿刘文周笑 哥前几年我是怕他三分 可现如今刘文昭算个屁